《水浒传》 街风洗尘酒 送行酒 庆功酒 喜酒 欺诈酒 药酒 毒酒等 将酒文化表现得可谓淋漓尽致 一个酒也汇出了社会百态 无论是高档酒楼 还是村野酒寺 都被赋予了社会人性 《水浒传》的故事 也正是因为有了这些酒店而变得丰富多彩 《水浒传》中的酒店文化 充分体现了美与丑 善与恶的较量 也把《水浒故事》一次次推向高潮 因此让我们从水浒里的酒店中再次品读《水浒传》 《水浒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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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时两个人上到樊楼内站个阁 换酒宝分付 叫去两瓶上色好酒 吸其果子安酒 虽然没具体描写樊楼 但是樊楼却是北宋时代最著名的酒楼 位于东京工城东华门外景名房 依其为背景 展开了不少饶有趣味的故事 如《宋徽宗凿地道》《思惠李诗诗》 三言中的《闹樊多情周圣仙》等 樊楼是一组庭院式楼阁 由东、西、南、北、中五座楼域组成 东京梦华路说 宣河间更修三层相通 五楼相向 各有飞桥兰剑 明暗相通 株连秀阁 灯竹谎药 初开树日 每仙道者赏金旗 过一两夜 则已圆夜 每一瓦笼中 接至连灯一阵 可见其规模之大 气象奢华 《寻阳楼》 《水浒传》中 描写《寻阳楼》时 写到宋江 在悠求于此之后 又曾独着此楼 酒后疏狂 书写郁闷 断然提下 他日若随凌云至 敢笑皇朝不丈夫的反思 于是 引出那段千年传奇 《寻阳楼》 中国江南十大名楼之一 位于江西省九江市区 九华门外的长江之柄 酒楼排队上 有宋代大文豪 苏东坡大书 《寻阳楼》三字 两柱书帘 世间无比久 天下有名楼 青布酒集上的 《寻阳江正库》 说明了此楼是一座观影酒楼 《水浒传》中描写道 中山积极 楼盘绿怀提野鸟 门前翠柳 细花葱 白居易便折江州市 经常来此登林 《尘埃头鹏则》 闻思河高悬 右怪围江州 诗情亦清闲 今朝登次楼游已知其然 大江寒见地 矿山清一天 深夜盆颇月 平淡炉风烟 青灰与灵气 日夕共闻篇 我无二人才 蜀北来其间 鹰高欧城聚 浮阳 惠江山 而真正是巡洋楼出名的 却是古典名著《水浒传》 翠云楼 翠云楼名贯河北 视为第一 但在《水浒传》中 与巡洋楼的命运大不一样 是吴勇一旧卢俊义 智取大名腐蚀 英雄们聚会之地 从而也就成为兵险之地 毁于战火 书中描写翠云楼的壮观 原来这座九楼名贯河北 视为第一 上游三盐滴水 雕梁秀柱 极势造得好 楼上楼下有百十处格子 中朝古月喧天 每日生歌国耳 书中又写道 这北京大名府是河北一个大郡 冲要去处 却有诸禄买卖 云屯雾极 这样繁华的城市有三层九楼 百十处格子的规模是相谋的 可惜被十千亿把火 只见翠云楼上烈焰冲天 火光夺目十分浩大 富之一炬 快活林酒店 水浒上写快活林在河南孟州东门外 但山东 河北客商们都来那里做买卖 有百十处大客店 三二十处赌房 堆房 由此可知 快活林酒店的规模不小 这也是为诗恩立志在蒋门神手里 夺回酒店买下伏笔 在水浒中 对快活林酒店描写的比较详细 由远极近 由内到外进行了描述 武松造建丁子路口一个大酒店 眼前立着旺杆 上面挂着一个酒旺字 写着四个大字 道 河阳风月 幼道 转过来看时 门前一袋绿油栏杆 插着两把销金旗 每一把上五个金字 写到醉里乾坤大 湖中日月长 还写到里面 一臂香肉案 针头 操刀的夹身 一臂香蒸做馒头烧柴的厨造 去里面一字摆着三只大酒缸 半截埋在地里 缸里面各有大半缸酒 正中间装列着贵身子 可见快货林酒店不是单一的酒店 是兼营饭菜的综合酒店 快货林虽然繁盛 但处在林野之地 依然弥散着村野气息 与酒楼有较大的区别 珠桂酒店 水浒中写珠桂酒店次数最多 且每次出现都是以投本梁山的好汉所见来描述 第一次出现在第十一回 林冲雪夜上梁山之时 且说林冲与柴大官人别后 上路行了十数日 时遇暮冬天气 铜云密布朔风锦起 又见纷纷扬扬下着满天大雪 林冲踏着雪只顾走 看看天色冷得紧窃 渐渐晚了 远远望见整溪靠湖一个酒店 被雪慢慢地压着 林冲奔入那酒店里来 揭开炉帘 浮身入去 到侧身看时都是坐头 第三十九回 通过戴宗的所见写道 早望见前面树林侧首 一座宜山傍水林湖酒寺 戴宗年纸间走到跟前 看时干干净净 有二十副坐头 竟是红油桌凳 一带都是箭窗 珠桂酒店可以说是梁山上的眼镜 也是接好汉上山的必经之地 一生响箭便来船把好汉接上山去 酒店的限制已经有点变了 十字坡酒店 水浒上写十字坡酒店 鱼写三碗不过钢酒店 快霍林酒店是异曲同工之法 在写与武松相关的酒店时 都写得生动而富有特色 书中写道 三个人 武松和二崖差 奔过岭来 只一望时 见远远的山坡下 约有十数间草房 放着西边 柳树上挑出个酒帘 更多的笔墨 用在十字坡的环境 与母叶叉苏二娘的打扮上 令人恐怖的 是孙老板亦将人肉做馅 当黄牛肉包包自卖 有的客人竟吃出毛发 这是水浒中描写的最经典的黑店 十字坡酒店的卸照 也正映衬出武松的豪气 景阳刚酒店 三晚不过刚酒店 这是水浒传中最为著名的酒店之一 别看酒店不大 却是头号出名的酒店 只店前的酒旗 三晚不过刚 就让人觉得霸气 但是更霸气的却是武松 痛饮了十八碗 砸了店牌 打杀刚上虎 美名远洋 人界酒进 店界人名 成就了三晚不过刚酒店 后人的一首西江月 倒出了景阳刚酒的美 造成玉夜流霞 造成玉夜流霞 香甜 香甜 不归家 最岛 景阳刚下 景阳刚也使得武松 一举成名 狮子楼 狮子楼 在水浒传中算不上有规模的酒楼 因武松在此斗杀西门庆而闻名天下 八四年 世界教科文组织在考察了狮子楼后说 一座现余的酒楼 能在两部奇书 水浒传 金瓶梅中都有重点描写 这在世界上也是为数不多的 两部书 描写武松斗杀西门庆也很有意思 水浒传中 描写武松为兄报仇斗杀了西门庆 而金瓶梅描写的是武松下跑了西门庆 而错杀了李造李 随后有了金瓶梅的故事 斗杀西门庆是从楼前摔下 下跑西门庆是从楼后逃走 当地有狮子楼前看水浒 狮子楼后读金瓶梅一说 因此狮子楼虽小名气却大 就不足为奇了 没有不足为奇了 两个月 它就不过行 未经许可,不得翻唱或使用